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疫苗接种表 由美国农业部承认的兽医填写并签字 CDC已向公众开放了该新版指南的在线评论页面 意见征集截止到9月8日 伊利诺州警察厅表示 一辆灰狗巴士7月12日凌晨 在伊利诺州靠近圣路易地区发生严重车祸 目前已知至少有3人死亡 14人受伤 伊州警方表示 这辆巴士当时正沿着70号州际公路向西行驶 撞上了停在银湖休息站出口坡道上的三辆商用车 该巴士原本预计凌晨2020分抵达圣路易 车上包括司机一共有30人 为配合事故调查 I70州级公路里程标28和24间的西向车道 在车祸发生后仅开放最左侧一条车道通行 洛杉矶水电局将再次为参加低收入折扣计划 免除低收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水电废税等折扣计划之一的客户 提供225美元的便携式或窗式空调补贴 可以覆盖一台小型窗式空调80%或更多的成本 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客户参与其平均付款计划 应对热浪期开空调导致的电费上涨问题 洛杉矶水电局通常在夏季向所有购买更高效的便携式 壁挂式或窗式空调的客户提供75美元的补贴 如果把旧空调上交 可以收到一张25美元的预付卡 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空调设备最多可以获得两次折扣 这些装置必须安装在水电局服务的住宅 连排别墅、共管公寓或公寓 更高的折扣只适用于5月11日至9月30日期间购买的商品 为了符合资格 民众必须在11月15日之前申请补贴 近期许多中国的银行网点 因经营遇到困难而选择缩边 如今银行网点缩边的趋势仍在持续 依据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的信息统计 2023年上半年终止营业的银行网点约有1200家 涉及国有大行、股份行、中小银行、农村信用联社等 关停的网点类型包括支行、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分理处等 业内人士认为 近年来随着各大银行力推网上银行、APP 部分网点缩边也在情理之中 但在一些不发达地区 人口密集区域尤其是老年人口较多的的区域 为了照顾老年用户的现金使用习惯 适当的线下网点布局是应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